观众朋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原来只为少数人所接受的性物品 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 1993年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 北京出现了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 有的还是中央电视台报的 虽然现在弹性色变早已经成为历史了 但是在20多年前 那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新鲜事 而商店的创始人文京峰 也成了一位话题人物 你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开一个成人用品店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会突发这样一个念想的 你之前的经历跟这样开这样一个店 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吗 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跟我们的性格当中那种不不安分 那种对新东西的一种敏感有关 最开始的动机就是我去看一部电影 一部法国电影 那个时候如果能够看到一些 内部电影还是一个很嗨的事 很高兴的事 结果就在一部电影里边看到男主人公 他吹起了一个衣架 吹起衣架的时候 后面有窗户有一个镜头 那个镜头上面就写着这个sex shop 我说这个性还可以扮成商店 脑子就散了一下 我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么去试一下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有工作吗 那时候我有工作 我是在一个部位里边工作 挺好的工作 挺好的工作 只是觉得跟我的性格有点不太相符 那时候也流行下海 你有没有做点小买卖 在这之前我做过 有一段时间叫所谓的停薪留职 这个之前也有好多次的这种小小的尝试 不过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 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办过叫左撇子专卖店 减肥专卖店 都挺个性的 对 那个跳蚤市场 空中医院都没有做起来 我觉得都挺前卫的 现在听来都很前卫 像有些理念 像空中医院到现在才开始实现 就在网上挂号 网上预约 允许医生到别的医院去看病 现在才开始 就是那个理念当时是很超前 所以你这个成人用品商店 在当时依然是超前的 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 1992年 1992年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下海青商的文青峰 又有了一个新的创意 在北京开办第一家成人保健用品商店 在当时 这可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冒险举动 这不还没开业 邓丁峰就遇上了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 就租这个房子 就不知道费了多少力气 就租不到 为什么这么麻烦 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下 不会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人 去开一家这样的商店 它不会 它关键上扭不过来 因为租房 那个时候租房子开商店 在北京也都是刚刚开始 你现在又把它要开这样一家商店 名声不好听 人们观念肯定是根不上的 那个时候保健品没有读出来 变成商店 专卖店 北京就没有 你再往下说 你开一家跟性有关的保健品的这样一种商店 他听完以后他都很害怕 这是犯什么 别是耍流氓 对 他会往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方向上去想 对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我运气好 就是有一次 找不到房子 就挺无聊的 就在马路上走 迎面碰到一个我认识一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夏大夫 他思想也挺活跃的 他说人民医院现在好像有房子在向外出租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院长去吧 就这么一个契机 好了第二天就带我到了人民医院 就找到了人民医院的院长 他医生他的素质肯定要比一般的人要高 对人对疾病 对人的生理的理解 比较更深刻了 最终怎么拍板的呢 我觉得院长那个人是真的是很了不起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他不是泌尿科的医生 他是肝外科的专家 但是他力排中医 他的观念恐怕也更科学一些 对更科学 他会从一个医学的角度认为 中国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商店出来 来给人们提供服务 而且去解决医院所解决不了的好多问题的 房子总算找到了 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便是找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了 但这样一件新鲜事 应该找谁请示呢 他们会不会给出许可呢 你得去办营业执照 这一关如果办不下来 这个店根本就开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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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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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跑去工商局 因为那时候办行业执照特别难办 审批极其严格 就找到了工商局的 我就把资料递上记后 看了看说 这叫什么注册 说咱们工商局没有这样一项 没有这种 就你往哪靠呢 比如说你总得有一个门类靠 说没有地方可靠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说呀 我是不是就不行啊 隔了没多久 他就要把我找去 找去以后 他们科长见到我 说我们商量了一下以后 你这个没有门类可靠 这样吧 给你靠在日用百货里边吧 所以亚大北京 所谓第一家行商店 亚当夏娃 实际上最早是一家百货店 他审批好通过 而且通过的也比较顺利 店名叫什么呢 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 之前还想过什么名字 亚当夏娃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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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过这个 比如说像什么 蓝月亮 这样的名字 是要领营业执照的呀 那名字不是要在领营业执照之前 是要备注吗 要取名要通过吗 如果你叫这个名字 如果太过分了 可能他就不会 也不行 对不行 还有谁在这件事情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我就想 谁还能够和他有关系呢 对 那你销售这个寄生用品 你一定要找到北京市寄生委 所以也是拨电话 找到北京市寄生委 药具站的网站长 那是个女同志 我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 她说这个我们可以支持一下 她说我们也想探索一下 以前那个寄生用品 都是下发的 单轨制 单轨制 她说现在很多人下海以后 她没有单位了 她上哪去拿到这些个云药具呢 她说我们也想尝试着走市场 正好你们有这么个想法 所以北京市寄生委当时也特别支持 这个我觉得也是群众很需要的 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妇科医生 我讲过一个故事 一对夫妇 因为已经多次计划她怀孕 到医生那儿去寻求 这个避孕节育的知识 那么医生呢 就要教她怎么使用这个 计划生育的用品 当时呢 就把那个 为了给她说清楚 当时呢就把这个安全套 就用这个大拇指 给她做了一个那个示范性的 怎么使用 那么可是过了一段以后呢 这个服务又来了 就当时对医生很责备的样子就说 我已经照你的 教的方法去做了 但是我媳妇还是怀孕了 你怎么不给我们讲真话呢 后来那个医生的很奇怪 说应该不会啊 那么就问她说 第一个你用了吗 我用了 那么你怎么用了呢 她就把那个安全套 就套在大拇指上 说我就是套在这儿这么用的 就是现在呢 后来有些同志听了这以后呢 觉得非常可笑 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呢 二十多年前的话 这确确实实是那个 我们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象 文京峰是幸运的 1992年 正当他为开业的种种难题而发愁的时候 邓小平南勋讲话发表了 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北京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 才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 要用今天的话说 就那个伟大的时代 让你才有可能去干这么一件事 把时间一想到92年 谁愿意来给你当这个售货员啊 是 当时招人也是一个难题 那时候招人容易 但是想招这样的收货员其实是很难的 那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事 我是从心里觉得 有真不错了 这个事情又科学文明进步 代表的是一种新的人们在这方面的一种突破 它是积极的 意义很好 那突然我们院长说 调你到那边去做一个潜艇经理 然后我跟文总一接触 他给我的感觉也很正面 我也是满怀热情来了 一进到店里呢 就觉得看到这些东西 突然间有一些视觉冲击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啊 毕竟以前没有把这些摆在明面上 我还有思想顾虑 但很快我自己这个角色还是容易转换 比较麻烦的是我家人 但我在我们家一贯 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 我还能够坚持我的初衷 主要招到的是中医医科大学毕业的一些个毕业生 他们是第一波 这种所谓北京第一家新商店的第一批职员 他们写的很好的作用 那当然 因为他们的态度将会决定着顾客的感受 他们也理解 他们也确确实实是理解这件事 1993年春节 北京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终于开业了 然而 开业后的状况 是文清风和店员们始料未及的 这个店有开业典礼吗 没有 静悄悄的 静悄悄 所以当时我们说到这里 那么 我们面对ada 我们的主要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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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主要行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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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媒体纷纷登门采访 那么外国媒体为何对这家成人用品商店如此感兴趣呢 第一接而来的是法新社 他们会关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他的关注这样一种商店在北京出现以后 它的内涵是什么 其实他们也在通过你这样一个店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关注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商店 他把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温情预表 第二天像什么英国的BBC又来了 采访内容和第一次差不多 你们为什么要开这么一家店 政府支付支持你们开这样一家店 你们跟谁合作的 以及关于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性问题 后来第三天 第四天 第四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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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处 成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 中处 中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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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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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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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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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